大家好,我是文胜老师 那相信各位最近都在大量的使用meet 那meet老师端的声音不能传给学生端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那我综合了网路上的一些解法 那网路上很多的解法 但是有一些不是找不到按钮 就是做了那个设定之后没有效 那所以我特别呢,做了一点研究 那目前最好用的方法是这样子 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试用 那我现在就来示范一下 那首先呢,你要去这个VA Audio这个网站 那你打VA Audio去搜寻一下 在这个网站里面 不是这一个哦,不是这一个 VA Audio Virtual App 这一个网站才对 那这个网站呢,请你去下载你的电脑版本的 这一个虚拟音效的驱动程式 下载之后呢 下载之后请你按右键 做解压缩的动作 那解压缩完 资料夹打开 里面的安装的程式是 64位元的是这一支 那这边特别注意一下 请你要安装的时候 请你选 选用那个系统管理员的身份去做执行 不然的话会产生错误 不能安装 那装好之后 装好之后你的虚拟音效的装置就有了 那这时候呢,你在Google Meet的会议 Google Meet的设定里面 在右下角 右下角这个地方是设定我们的音效装置 所以请你从这里进来设定我们的音效装置 把这里全部选成Cable这个选项 这个Cable Input Output的选项就是 我们刚刚安装那个Virtual Audio的内容 所以你的书 你的那个电脑的所有的声音 会经过这个虚拟音效进到你的麦克风的选项里面 然后学生 这时候你所播的任何的声音 包括你在YouTube上面 播的任何的影片 他的声音都会直接学生都听得到 而且非常的清楚 那或者是你从电脑上面 你从电脑上面的任何的影音档 电脑上面任何一个影音档 你直接把它打开来播 学生全部都听得到 学生都全部都听得到 那所以这时候全部的声音就会出去 就可以出去 然后这时候问题来了 就是你的麦克风 当我们刚刚这边呢 选到这个之后 你的麦克风的声音就出不去 那时候这时候 请你再多做一个选项 请你在右手边 这个小喇叭的选项按右键 这个音效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请你选录制的地方 去找到你的使用的麦克风 那请你把使用的麦克风点开 在接听的夜签里面 有聆听此装置 把这个东西打开之后 按套用 这样子呢 你的麦克风的收音的部分 就会跟着你的电脑系统的声音 一起出去 所以学生那边 就完全就可以听到 你的麦克风 跟你的电脑的系统声音 全部都可以听得到 不需要再做任何的切换 谢谢大家